我们知道水煮牛肉是川菜所有水煮菜系列的鼻祖 也是作为川菜麻辣味性最具有代表性的菜之一 在它下面所有衍生水煮菜当中 可能受价格影响 水煮肉片才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水煮菜 那新鲜知道最接近传统做法的水煮肉片 也是个人认为味道最好的做法 来看看大家平时吃到的水煮肉片和它到底有什么不同 首先水煮肉片建议用通脊肉来做这道菜 一是肉质比较嫩 二是容易切片 下来把肉切成一到两个毫米厚的薄片 加水抓起几遍后 再像这样用力挤出掉残余的血水 这个时候再加点酱油 料酒 再分次加葱姜水进去 沿着一个方向把汁水打进肉里 让肉片充分吸足料汁 是保得肉片滑嫩的前提 肉片吸足水分后 再加半个鸡蛋清和多一点的红薯淀粉进去 继续抓匀 让肉片更加滑嫩的同时 锁住肉片中的水分不流失 最后再加点封面油抓匀 防止肉片入锅粘连 以上是肉片标准的腌制处理流程 下来准备配菜和配料 水煮肉片传统做法通常是蒜苗 凤尾和芹菜三件套 那平时大家在家里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选择配菜 作为水煮菜系列最为重要的标志性配料 就是刀口辣椒和刀口花椒 也是这道菜味道的灵魂 但刀口辣椒和花椒一定要现做现用 因为完全激发出了辣椒和花椒的香味 时间长了味道也就淡了 这也是现在绝大多数的饭店都嫌麻烦不愿意做的原因 但如果喜欢这道菜 大家平时在家里一定要做刀口辣椒 辣椒和花椒的传统比例5比1左右 但要注意辣椒不要窄的太细了 像我这样的就可以 否则容易糊 具体的做法在我水煮牛肉视频中有 最后再切点姜蒜米和小葱花就好了 下来锅烧热了倒菜籽油 锅里撒点盐入个底味 大火八成油温下配菜快速翻炒了断生后 捞出到盆中垫底 再重新起锅烧热后下菜籽油 五成油温下入皮咸豆瓣炒出香味 炒香后快速下入刀口辣椒炒出汤色和香味 接着下入姜蒜米炒香 然后倒入适量的水把汤汁烧开 烧开后加料酒酱油盐和味精条味 接下来一定要转成最小火 烫薯是让肉片滑嫩最关键 也是最容易忽略掉的一步 现在等锅中成这种微泡状的时候 用手把肉片像这样滑到锅里 注意要用筷子轻轻拨散防止脱浆 两分钟左右肉片飘起来 转成中大火开始分次勾入芡汁 等汤汁浓稠后 连同汤汁倒入盘里 这里讲一下水煮系列 起锅前勾浓芡是标准的传统做法 目的是让肉片汤汁和刀口辣椒 能够充分扒在一起 这样吃起来味道非常的浓郁 现在所有不勾芡的都是以后的做法 具体喜好因人而言 接下来在盆中撒上刀口辣椒和刀口花椒 蒜米和小葱花 最后把炸过刀口辣椒的红油 加热到六层油温泼上去 瞬间那个从所未有的纯正麻辣香味 扑鼻而来 简直八字惨喽 这样一道传统的水煮肉片做法 一直被创新 却从未被超越 如果喜欢这道水煮肉片 您愿意为它点个赞吗 感谢关注 我是南希 也个爱做饭的男人